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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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大家在早上已經聽過很多關於平面國的故事 那我就先從維度這個觀念開始做揭入 這本書它有一維二維三維的概念 然後一開始無維度就是沒有任何維度 一個點它沒辦法做任何的移動 如果它做一個移動的話 它就會產生出一維 一維在做平行的移動 它就會產生出二維 二維就是大部分平面國裡面所講的內容 再來三維 三維的概念是二維 平面國所沒辦法接受的一個理念 但是後來因為九體代作者逃離了這個二維世界 到三維世界 所以才可以慢慢去接受這個三維的概念 好 接下來那四維呢 四維這個概念在我們的想像中沒辦法去呈現吧 好 勿用大部分人家四維都會以為是愛因斯坦 相對論裡面提到的時空 他說時空、時間與空間嘛 空間就是三維的概念 他講的第四維是時間 他的第四維是時間 但是數學上呢它不是時間 四維的基本概念就是三維跟三維做堆積 他跑著一個心的方向做運動 然後如果這樣講你們不明白的話 我用一個平面來做解釋 一個平面做一層一層的累積 他就會延伸進三維的空間 對吧 所以四維也是相同的概念 三維做一個某方向的運動做累積 他就會產生出四維 那這個心方向的運動呢 有兩個條件 就是要與XYZ相異的方向 如果他們與這三軸沒有相異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三維的空間嘛 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下一個就是同時垂直於這三軸 在我們世界中 三維的世界中 沒辦法去體驗到這個三軸 垂直到底要怎麼垂直 但是呢 我們可以念由旁邊這個圖 這個圖呢 是四維空間 在我們三維的世界裡 做某一個面的一個圖示 所以我們能看見 它可能就是一直的旋轉 一直的變化 但是它是一個固定不動的固定 如果你們這樣還都不明白 這個四維的概念的話 你只要了解一個 一個人不僅需要向前 向左 向下 向右 你就是沿著一個 我們都未知的方向去移動 它就是一個純空間性的四維空間 接下來我們講階級的概念 想必大家都已經知道平民國裡面的階級了 那我就不多說 這本書讓我最佩服的是 它不只將幾何及空間 一併寫到這本書裡面 還將社會性的階級跟性別一起寫進去 而裡面最讓我感到警惕的地方是階級 階級在我們的歷史當中 每個國家幾乎都有使用過 那在現代社會裡面還是有鮮少社會 鮮少國家使用 舉個例子就是印度 印度它沒有總性制度 大家應該都知道 總性制度它分為這四個階級 婆羅門、沙利利、廢社及守陀羅 這次的階級跟平民國大部分相似 由上到下分別是原型牧師、多邊貴族 正五邊、正方、正三角及三角 這兩個制度相似 而且抹滅了這個國家裡面的人權 而且還讓有些家族體系無法翻身 無法獲得更好的生活 那有壞的那就有好的 好的就指職場上 指職場上的階級 由公司來看 公司分為這五個階級 總裁、副總裁、總經理、經理、主管及基層員工 這五個階級每日每夜的分工 使得公司更有效率 所以這個好階級的另外一個詞就是分工 而日常看不見的手 促使整個公司的每個人知道 在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 用怎麼樣的方式 進而促成有效互動 這五個階級裡面 每個人都知道他們該做什麼 所以這兩個例子裡面 讓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 有好有壞 就看我們如何使用 如何讓它變成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作者利用這本書告訴我們 當時社會所發生的情形 並利用作為士生階級的正方型單位主角 因為位處於階級的中間 更能看清楚這時代發生的事 並告訴我們那時維多利亞時代 所有的階級性別制度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認為平面國的國民不是不願相信主角的話 只是因為不想變成那個市場獨特的人 才把主角認為是異端 將其排除在外 當我們用一個太過自以為式的想法 看待這世界時 這世界就會把我們顯得更渺小 因為我們用太過狹隘的眼光看待這世界 如果我們能放寬心胸看待這世界 不要再用自己的眼光 那或許這世界就會有所不同 夠醜我們學習最大的威脅 不是未知的事件 而是已知的事物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讓三一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請運輸君老師提問 謝謝 謝謝三位同學 我想請問一下 考慮這本書在寫的那個年代 你們可不可以大致上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的看法 為什麼作者要用數學語言來寫這本書 為什麼用數學語言來介紹 當時的一些社會的階級 我覺得是因為它是以線段嘛 就是每上升一個 每加一個線段 它就是一個更高的階級 這樣簡單的表現 是我們幼稚園小學都已經學過的 所以這樣簡單的描述 可以讓我們更可以理解 它到底想表達什麼東西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們認為在那個年代 大家是對數學士有一些概念 比較沒有像現在那麼深 所以只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去呈現它想要表達的事情 所以你們的看法是說 在那個時代數學 用這種線條或者是維度 是一種語言可以跟大家溝通 那我再問另外兩位同學好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本書其實從 有從二維、三維、四維 那他們現在用平面來解釋 就是當時描述當時的階級 假如你要重寫這本書 那我希望你從三維的空間 去寫這本書的話 你會怎麼制定你三維空間 你們的各個階層的角色 你們認為 給一般的士生或者是女性 在三維空間裡 你用什麼去描繪它 就跟平面果一樣 只是把它變成是立體的 你怎麼女性怎麼定義它 在三維空間裡面的 在三維空間裡面的 在那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平面 女性當作一個平面 因為她是屬於這個階層中最低下的人 所以她沒有立體 所以就只能是平面 你的兩位同伴同意你嗎 女性是最低下的人 你有兩位同學們會同意的地方嗎 以這本書來說的話 那你現在呢 你怎麼去定義 現在的話 我是想說 現在都是一個平等的世界 所以可能 她就可以創造出 跟我們立體一樣 就是每一個角色 都各自代表一個東西 然後他們都是立體的 沒有各別的分別 我回去跟你們兩位同伴 好好地接受一下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大家 藝術採握的問題